中广论坛 来不及仔细的对应 这个新科技的新的互动方式 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很掌握 回来我们就开始谈今天 当然大家就知道 还是在选举激情过后 开始反顾 开始反思 那么也同时要瞻望未来 这大概就是典型的一种回应方式 我在上个礼拜就提到选举的输赢 成败得失 其实严格讲后面还有一个是非 这个价值 那到底怎么看呢 有时候他并不是合一的 那并不是赢了就成功 输了就失败 赢了就大得 输了就大失 然后赢了就代表是 输了都代表非 我认为不必是这样子的 也未必是这样子 那么我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次柯文哲 到目前为止 再强调到目前为止 丁手中提起的无效诉讼之术 才开始那是漫长的 那也会验票 验票也是庞大的人力 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至少目前柯文哲是被宣布的 所谓的当选 他赢得了台北市市长这个位置 他赢了 但他成功了吗 看起来是失败了 而且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他这一次严格讲 还败的蛮严重的 我在选前有提到说 我今年大概选举有三个期待 就是民进党大败 柯文哲淘汰 那么老旧势力 老思想旧思维 就say bye bye 看起来第一个期待是达到的 第二个我认为严格讲 柯文哲接近激进淘汰 并没有完全被淘汰 他未来会不会被淘汰 那当然就看蓝绿或者其他台湾政治势力的作为 如果又乱搞 他又钻到控制 一律又跑出来 这当然是有关柯文哲的部分 怎么说他败了 你看他原来选前那个赌定样 那个玩弄绿的玩弄民进党 要分要合 他当然是希望说民进党跟他合作 不提名 可是那个拽样子 那个吃人够够的样子 最后逼得绿营内部 反弹声音很大 让他们的决策阶层 小硬跟他旁边的选取幕僚 迫于党内压力 击毒的压力 最后提名了姚文志 明知必败之战 还是参战 差一点点 就让丁守中赢了 不过从绿的角度 到底是最后 如果不得不弃 放弃了姚文志 实际上丁守中赢了 还是让柯文哲赢 严格讲 他们内部的算计各有不同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看到了 最后的时候 因为寒流起来 本来柯文哲嚣张得很 说这一次他在台北市 得票率要过半 最后的结果 他四十几 没有过半 他如果过半 他就是挟这个大势 在全国 限制下了阶段 要布局 进攻总统这个大位 嘴巴一直讲 这个问题问的 我都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看出来 那个口水流的满地 那个谁弦三尺 那个恶心样子 睁着眼睛说下话 还有这么多的韩粉 他真的相信 他是个诚实的人 我也觉得是想吐到 到连吐都吐不出来 所以他选前萧萧兰 说五块要过半 结果没有过半 而且赢得这么惊险 前面一副 像周瑜一样 雨散关金 综横指点江山 那小德到后来紧张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 他跟民进党去私下 我认为了 这当然我没有实质证据 进行了勾串 达成某种程度的利益交换 这个如果揭露出来的时候 严格讲 是违反选霸法的 他们互相在那边买卖 那我从一些迹象观察 那一次第一次 四位五位市长候选人 上去这个演讲的时候 奇怪了 柯文哲没出现 大家讲说 他就反正屌 他拽 他不屑 可是后来他就出现了 那一次没有出现 更有趣的是 姚文士最后照相的时候 他竟然比个四号 四号是谁的号码 柯文哲的号码 然后隔一天 他的重大幕僚 就是小野 就发表支持陈其迈 同时老婆陈佩琪就下去台中 跟台中林嘉隆的老婆 一起逛花博 我也提了好几次 民进党的秘书长洪耀福 这个时候公然就讲说 选战的最后一天 超级的星期五晚上 总统到哪里去站台 很重要 他们经过党内的沟通 姚文士可以理解 那一天过去历来 最后的重镇重仗 一定是在台北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时候 总统当然出席这里 压轴大将 说姚文士可以理解 那一天蔡英文不来台北站台 洪耀福党的秘书长 还赞扬姚文士 雍容有度 这不是很奇怪吗 如果最后一天不来 就表明说就放弃姚文士 放弃姚文士就是推动气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 私下搭成一种协议 可是这个私下协议 你总算公开 要有一些动作 表示意思 让群众能够解读 能够产生这个效果 所以那个笔四号 所以这个小野 发表这个声明 甚至小小野 最大小野最后一哭 自己哭坏了 那再有一个迹象 就是说选前两三天 他的爱将蔡壁卢 去他们放出声音说 他们有去协商 民进党没有 然后先放消息说有 再立即放消息说没有 这个陈内有的事情大 最后最后前两天 蔡壁卢的手机 忽然间流出一个 耐上面的信息 就是说姚文士没有希望了 这什么意思 这严格讲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蔡壁卢当然是 柯文哲最最最典型的分身 他的意思就是柯文哲的意思 充满了全谋算计耍手段 都是在告诉绿的 所以选民说功耗了 就是要气饱了 就是要气姚文志 投这边 可是我因为在这边没有讲 我私下跟朋友就讲说 有些的这个绿的 蓝的朋友看到就很生气 就在骂说 这个奥博 我跟他们讲说 这不是奥博 这算是民进党的高招 他用一个毕书 反正没什么价值的姚文志去换 至少当时在这种紧绷的高雄 换这个柯文哲去支持 陈其迈 他们本来跟韩国瑜一挂 比较 这个时候有点窝里反 对于陈其迈 他们民进党输不起的这个重症 当然有加分的作用 对他的选情当然有助益 这么一个政治交换 从民进党来讲 还是滑得来了 更重要是怎么样 我认为民进党最后就是会出卖柯文哲 因为过去这几年来 他们受购的柯文哲 被柯文哲背叛 羞辱 然后瑕疵的走 恨得牙痒痒的 这一次你因为柯文哲寒流的压力 不得不来这边妥协 前面还叫他说来谈 柯文哲拽得很 条件又高 怎么谈都谈不拢 现在你主动要来 当然乐于跟你在那边交易 最后再把它卖了 他们最后怎么卖 一定是说 国家怎么台北也不能卖拨 台北不能够崩盘 台北崩盘 2020还用选吗 所以一定要号召说回归基本盘 而且跟最后最后是那个礼拜 忽然间姚文哲 非常非常的神勇 大力的抨击 战斗力十足 更重要一个迹象是 这个是前后有证据 前面我刚刚讲 洪耀胡公开已经讲了 蔡英文不会来占台北台 大家看到最后那天晚上 蔡英文占了姚文智的台 那就是号召绿的要回归 果然就回归了 所以某种情况之下 他们是这样 如果能够让这个柯文哲 败下来 我不认为柯文哲真有实力 可以选总统 好 可是最后这个结果 应该讲是民进党最期待了 所以民进党在很多地方大败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他们是取得了胜利 什么意思 如果柯文哲小胜 你说胜的有点难看 而且更重要你的胜 你也不能否认说 我没有帮你 最后那些指向都出来 到底有多少的绿的 气宝消应 气姚文之巨投你柯文哲 你也不能说没有 所以我得跟你要人情 你欠我人情 你2020你还敢选吗 搞不好2020之前 柯文哲有所蠢动的时候 前面这个伎俩就出来 不小心 去某高层人士 或者无意中 就露出一些资讯 证明他们当时 时下是有做政治交易 就是绿的跟白的 进行的肮脏龌龊的政治交易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你柯文哲小赢 一来没有气势 二来欠个人情 所以民进党 当然做一个高明的交易 最终的结果 比他们想象还满意 柯文哲是赢的台北市长 但是赢的太不干净 太不漂亮 结果现在丁守中 插了3000多票 进行诉讼 他有个悬念 所以这一次 不止这样 他的所谓的 柯文哲的认同卡 我简单看了一个数字 我没有很精准 大概有52位去签了他的认同卡 只有5个选上 他在台北 护持了徐世勋 就是民国党的 先任议员 落选 他去帮徐新颖 徐世勋的姐姐 也是民国党的 在选县长 也是输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不止这样 他还跑到彰化 包括他的妈妈爸爸 去帮一个党外 这个叫做黄石成的女儿 黄文玲 选县长站台 票数得得比上次还少 显然 柯文哲并没有像韩流一样 发挥这么大的母鸡效应 在台北市跟着他跑了 很多都落选了 还有一个洪士 其实是个医生出身的 他是大力加持多次站台 结果也是落选 所以柯文哲的威力 已经大减 他那个认同卡 现在回头看 简直是个笑话 当时拽得不得了 好像没签到就快挂了 一群蛮恶心的 抢着在那边贴 现在灰头土脸 所以不要没有中心价值 不要没有理念 不要摇摆 不要过度投机到 简直是老百姓都看不下去 所以从某种角度 我要用这个例子 来跟听友分享 什么叫做 输赢跟成败 那是未必的 柯文哲赢的市长 我看是相当相当的 他的政治前途是大失败 那当然我不是说 他一定就死了 那就看外在客观 会给什么机会 所以老天下了这么一个 颇有悬念 到现在未定之天的 这种台北市长的选情 实在是太巧妙了 我真觉得是好极大 当然民进党这次大败 我真的也是不想多谈 我相信各位耳朵已经长简 而且现在媒体 网络各种各样的资讯 特别是有几个 当然我讲一些现象 年代新闻台就忽然间很恶心起来 大力报道韩国瑜 他的老婆小孩 他的功臣 他的重镇 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三三怎么也赢 恶心到几点 这个台是最投机 最难看的 最恶心的 类似这种 我已经讲过 上一次上上次 台湾的媒体实在是不堪文问 不要讲说立出客观公正 我记得我在这边还拿那一次喜乐岛 上街游行 再怎么样 那算是个有重要意义的 蓝绿色的这个 包括自称白色的中国时报 第二天 不要讲没有头版 过去这个基本上是上头版的 那你蓝的不愿上头版好吧 意识形态作祟 把人家 宣扫掉了 割除了 你绿的至少自由时报要报吧 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是极绿的 他也是反对蔡英文的 所以呢 蓝绿一起夹杀 到了后面四五版 才有的小小报一块 这个完全不合乎新闻的 照说那个重要性 以及他的比例原则 那后面是什么 根本是完全违反新闻基本的客观 或者是稍微的公正 好啦 那退一步说 至少蓝的报道蓝的 绿的报道绿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一台或者这个报纸的颜色很清楚 是的 那就是这个严格讲 已经很糟了 可是我觉得更糟的是 像这种摇摆派了 他也不是很清楚 是蓝还是绿 你说大家都台湾都知道中天 TVBS青蓝 民事三立 这个三明治 包括这个时报 都是局律的 可是像东森 可是像这个时代 年代 包括一电视 这几个都是摇摆派了 那绿的当政 哇大力就讲起绿的 然后呢 蓝的当政 就大力就这个吹捧蓝的 完全没有尽到媒体应该监督的责任 照说你今天就算民事 就算你这个三立 你是绿的电视台 你是民 你是这个媒体 你是监督政府 是天职 你怎么在那边歌功颂德 变喉舌 已经很恶心了 那你现在这种所谓的中性的 比较没有立场的 你知道善尽监督之责吧 你看那个谈话性节目 特别是 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 新闻追追追 那两个主持人 那整是恶心到了极点 有时候跟三立的这个赵 廖小军 几乎是一秋之河 那个难看那个嘴脸 那个讲话都带风向的 那个主持人 特别是女的 都是有立场的 这么难看到这种地步 结果这一次忽然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南军大胜 我看昨天开始那个报道 就开始转向 看他们转身 真是别扭 真是难受 但是我跟你讲 蛮讽刺的 现在东森电视台不知道怎么办 东森电视台把台湾晚上 这个节目也蛮有趣 刘宝洁的 的那个新闻电视 他原来那个是个争论节目 结果后来呢 发现说台湾老百姓 批批政论节目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 埃及金字塔 飞碟 各种各样 收视率超过 政论节目 他就发现说 老百姓厌俊的时候 希望进入这种 虚无缥缈 或者这个神奇鬼怪 想要到另外一个时空 去吐一口气 晚上就是要休息 台湾的政论节目 我自己是经常的常客 我都说 那是周围政治八点党 就是连续剧 连续剧看的都累 连真完传都不愿意看 宁可看看说 有没有外太空 有没有这种各种 极其古怪 这种要超能力 要超现实 大家都觉得很无稽 我真不认为 我是这样一个解读 那反映了某种心态 就刘宝洁 因为这样子大红 他的关键时刻 变成是领头羊 其他电视台在那个地方 后来中天就开了个什么 新闻农雪峰 后来都是跟他同样的调性 要分掉他一点的收视欲 听有我以前也是个白痴 也不是太懂 虽然我早年当过记者 也经常上这个媒体 当名嘴 后来 我很不喜欢名嘴 这两个字眼 这真是个脏东西 当然不是没有人找我 去主持节目 主持节目 那个收入多高 跟当来宾 算小时一小时 两千三千 那怎么能比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好 我很希望能够做深度的节目 能够 我实在是厌倦上面这些媒体的 可是来找我的一些制作人 都跟我讲说 郑老师 我们知道 你有想法 你很有意图 希望能够做一些创新的事情 到后来讲到最后 你是不是觉得 你的主持费太低 我说我根本不在乎主持费 我希望有个不一样品质的 争论节目 讲到最后 发现好像也不是钱的问题 我这么坚持 他们就跟我讲白 说 郑老师 你看 比如说刘宝杰这个节目 几乎收视率都被他收南瓜了 他如果有1.5% 我们只要给他刮个0.3回来 广告就有了 不能广告全部被他吃走了 能够刮的0.5回来 就算他赢你 没问题 我们是只要0.5 哎呀 我的老天 我要做 我当然要做最好的 要有特色的 原来他们的意图 他们的利益 商业利益的考虑 跟我的盘算不一样 那我就让步了 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 做一天 或者做周末 周日 一天两天 我们如果做好了 你们相信 有收视率 我们再把它扩大成 带撞性节目 每个小 每天那个两点到 八点到十点两小时 他们就是不愿意 先后有两个电视台 来找我 还包括香港一个电视台 都谈到这种地步了 到最后 我发现他们的逻辑 分掉收视率 是他们真正的 你一看怎么会这样 够了 原来对他们讲够了 如果广告这个时段 总共有5000万 他们能够分个1000万 收入最重要 收视率 后面反映的品质 不是他们考虑的 这个台的风格 能不能有个独创 独书一致 也不是他们的价值 那我就认清现象了 所以我刚刚就提到说 东森电视台 选前的时候 因为这个刘宝杰 制作的方式比较活 把很多在南部 绿营的反绿的 才开始当来宾 这讲起来 就大家有新鲜感了 而且有在地感 接地气 听起来就有味道 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事就早搞得起来 也对于韩国瑜 有着很大的一个 侧翼的帮助 其他台就被带动了 也跟着学这个方式 甚至到了这个现场 现地去采访 但是东森电视台 就忽然间把他施压 把他拔掉了 所以他中间抗议了个礼拜 当然选前十几天又出来 他出来说 那个肢体动作之大 已经就拼了就祸了 反正他是说 不愿意再待了 他大概觉得说 这样东西待不下去了 他也不愿意委屈自己 结果没料到 就选出来 我的老天 绿营败成这个样子 我看东森老板 现在一定晚上烧着头 在那边想说 到底被安装 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不只是刘宝洁 这个台到底要怎么定位 开始如何惨媚蓝军 因为再来不得了 蓝的 大家要看这种解气 老板心里就是要舒服 你都天天讲绿的 好的绿的那一部分 当然有预约的观众 可是就是不够 不是大块 大多数的群众 如果从反映出来 是要看蓝的怎么赢 看韩国瑜 看未来 看希望 那我能够不捧蓝军吗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可是绿的 现在又是执政党 执政党又掌握了 各种行政资源 掌握了各种广告 费用 然后掌握了NCC 国家新闻广播 这个委员会 可以来钳制你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可是刘宝洁又已经砍下去了 能够拉下脸来 去拜托他回来吗 尤其这些都是太投机 所导致的结果 我相信你们当然很想听听别的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些都是乘客 对于书云成败得失是非 以一个新闻媒体来讲 那个是非到底是什么 到底长期的得失是什么 你看看那个投机 一时得 结果现在失了 能够这样子搞吗 那我想最后也上次 我记得问大家说 你现在在乎谁的输赢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 我的很多朋友都赌博 都差 我这几天吃不完的餐 那个输赢都说 夫妻自己 男的赌韩国瑜会赢 女的赌韩国瑜会输 然后夫妻互赌 我们朋友都沾光 反正谁输谁赢 我们都有得吃 到这种地步 可是我最后问说 你在关切输赢成败 他们成功你跟着欢呼 你那一票投下去 你自己的得失到底是什么 你清楚吗 你把握得了吗 你最后的一时 在这种情况 各种权疑 有没有违反是非 那你的是非到底是什么 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 真的都可以不要价值吗 真的可以大家为所欲为吗 真的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 这个是我们最高价值吗 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考虑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新闻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郑春琪 我们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现在正在开记者会 那么前两天 他就宣布辞职 辞掉行政院长 当然蔡英文就未留 他最后会不会未留 因为我是看到这个萤幕 没有办法听到声音 看起来是决定接受未留 陈菊听说是不愿意 还在打包 可是当然强力未留 等一下有机会谈谈这个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我刚刚提到说 丁守中出了验票 还提了行政 当选无效的出送 他现在把验票 这部分也撤了 因为验票是非常大的麻烦 而且未必会赢 而且验下去 根据过去几次验票的经验 有时候认为输的这一方 不甘愿的 就验下去 发现输更多 认为说可能有作弊的 就发现了 验下去他还增加 所以验票未必 因为台湾的这个选务 严格讲 算是 算是现在已经要 坐票是蛮困难的 不过讲到这一点 坐票是蛮困难的 我当然不是要直接讲坐票 我们就来谈这一次 台湾的选举的一个很特别 开票开到凌晨两点多 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这个不能够只是讲无能 我真觉得这下面有没有鬼 没有鬼 是不是老天耍了一个 什么样奇怪的东西 让这个事情出现这么复杂的 悬念 怎么说呢 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有不少大陆的朋友在听 台湾的选举 经验非常丰富 次数非常的多 大家非常的历练 动作非常的快 而且算是非常的精准 从早年什么关起电灯做票 偷偷塞票箱 这种事情现在已经没有 那么公务人员之间 大家也越来越洁身 犯不着这样子 以前在党国压力之下 不得不配合办事 不判事你就掉工作 现在没有 而且重点是 经过相互监督互相制衡 你也可以派工作人员 你这个候选人可以派工作人员 大家就是进去监督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基本上是相当的公正 一开票 群众都围着那边盯着眼睛看 所以开错的几率不太大 那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我女儿这次自己也去选里长 她那个里就两个票柜 我跟你讲 一个票柜投完的时候 另外一个票柜还大排长龙 都大排长龙 最后一个票柜 7点15分 我叫她们盯着看 台北市最后的记录是7点46分 最后一个才投完 就我亲眼知道了 她的第二个票柜是7点15分 才投完 好了 可是那就开票了 一个先投完就开票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继续开 他们开票顺序市长开 议员开 然后就是开里长 之后再开公投票 再怎么样 我的女儿从市长议员到 她自己确定 里长的这个票是9点30几分 你说就第二个票柜 最后一个 因为你这个票柜开不确定 要两个票柜加起来才知道你的结果 7点多 延到这个9点35分 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全台北市最后那最晚那个7点46 算他8点好了 那开票开两个钟头够吧 你再怎么样10点 开完了 里长都开完了 为什么市长的票出不来 这没有道理 第二个其他的县市都出来了 你可以讲说台北市没有人敢自行宣布当选 太快太早 因为其他县市是最后公正的 中选会的最后官方记录没有出来 大家觉得差不多了 而且悬数的这个悬数的比数 就自行宣布当选 但这个其他县市也都宣布了 8点多就有人宣布当选 9点10点陆续有人当选 你再怎么玩 那你12点宣布 结果也可以吧 竟然会开票开到2点多 所以我从两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 你跟其他县市比 你也不可能这样 第二个你就说中央 整个这次规划的有问题 我同意 大家都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都有问题 情况之下 因为公投带来的筛报 你台北市会独独开票开这么晚 尤其是市长 你说公投票最后开得很晚 那也没话讲 你市长票凭什么开这么晚 后来我问 听说台北市的选委会 我先讲说 这一次中选会 当然就被骂暴头了 主委辞职 昨天的舆论一片岛 他们是合议制 整个中选会的委员都要辞职 包括副主委 陈朝建早年还上过一些电视 一开始也觉得心锐 还像个样子 当了官 那个德性 那个恶心 我最是受不了这一批 像陈英前这些 像张天津这些 都是中壮代 刚出来的时候都带有一点锐气 很快 全部都是全模算计 那特别是学法的 横着心 就是敢把法律扭曲 我是觉得最不齿的台湾这些学法的 让我瞧得起的真没几个 而且我不是学法 有时候常常我的法学知识比他们丰富 他心歪了 他懂一大堆数 都在那边搞东搞西 心不正 真是最糟糕的事情 像陈朝建这一批 全部都应该滚蛋 那重点是政治责任 当然是你蔡英文要扛 都是你们任命立法院通过 立法院怎么会通过 当时这么多的立委 我跟你讲 2020选举立委说都要清算 你们都通过这批什么张天津 从促转会 到这个党产会 然后到这个所谓 中文公平委 到这个所谓中选会 甚至NCC 因为台湾的法律形势上 总统提名 很多都是要立法院通过 你执政党挟优势 这些投票的你当走狗 昨天就听到说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说 我们开始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 你们是两个身份 你们虽然是民进党党员的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可是你们是人民的立法委员 立法院跟行政院是制衡 你们这是监督 而且你们监督了 不合理的行政院 也是帮助你们的民进党 你怎么可以 他送东西过来就盖章 过去早年 我们那个戒严时代 立法院当什么 就是花瓶 就是盖章了 就是行政院的 什么样附属机关 哪里是宪法上讲的 是个平衡机关 就努力了这么多年 你一个完全执政的时候 你们就完全配合 你们像是个样吗 这次大败 开始雇到两年之后 一年多后的 自己立委屁股位置 开始讲说 我们不能够完全听 包括在编预算的时候 也要能够提意见 不能来全部照单全收 当个硬生虫 当个花瓶 可耻到极点了 那你们现在的反省 证明你们过去两年多来 都是在干坏事 所以这批立委 民进党这些立委 照到底都应该全部淘汰 除了他们像有些林淑芬 有些至少某程度出来 反对到一定 反对不下去 知道妥协 很多根本不合理的案子 昧着良心就是支持行政院 所以我是觉得说 像这次中选会 这些委员全部要辞职 而当时提名他们这些人 支持他们 让他们通过这些立委 都应该负政治责任 一并都要惩罚了 好 所以回头来谈 那真的是中央的中央选委会 可是地方有地方选委会 台北市的地方选举委会 做的听说 做的很奇怪的规定 别的地方是这样 因为这两个严格讲 不太有相干 你候选人 不管是乡政 民意代表 首长 这个选完的票 是选人的 跟说这个公投 谈处理事的这些票 他们开出来 结果没有关系 你把人选完 你就往上报 就报到中选会去 台北市竟然做一个 很奇怪的规定 说要所有的票 包括公投票都开完 等到那个结果确定了 才往上报 有这么个奇怪的事 可是中间也不通 你可以看到电视荧幕 中间台北市长的票 还是有些在跳 如果照这个逻辑 那你全部要两点多 全台北市所有的 一千多个票贵 候选人票跟公投票 全部开完明确 再报中选会 中选会再往外送 可以这样干吗 可以这样搞吗 请问台北市中选会 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我一问 中选会的主委 同时是台北市的副市长间的 这次这样的决定 到底对谁的选举有利 丁守中为什么不甘愿 昨天台湾出现了少见的现象 到处排队 这些老人根本受不了 我自己都受不了 我预估 事先都走 我预估两个小时 要投票的时间 后面跟人家约了 你一看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很多人 我的朋友跟我赖说 又不是自己会当选 回家泡茶 好几个耐跟我这样讲 我昨天也看到梁文杰 讲说他有一户死忠的有8票 就等到最后去了三次都不行 气头 他说还好他当选 要不然他就要告选委会 那有关这个不当选的诉讼 如果差几票 我想中部有个差9票落选的 那你这种情况之下 在台北这个地方 多少老人比较多 受不了这样长期的等待 放弃投票的 那严格讲 是会对丁守中比较不利 这个下面有没有阴谋 有没有这么高明 我是过度阴谋论 还是真的 有些这些坏蛋的想法 是超出你想象之外 我昨天就看到柯文哲 那个发言人在台上 那个家伙子越来越恶心 我们也是受害 我们很多年轻人 要去打工的 跟朋友约约的 受害都是平等 你没有问中文委会 台北市的选委会 是你们台北市政府的 受害你们也是活该 那再来比说谁的受害大 如果说丁守中的受害大 他应该当选的 因为这样这个技术性的问题 被你们完成这样 不管有意或无意 客观上的结果 你就让他很多 可能会去投他了 都没有投 差三千多不是差太多 你怎么解释 他还讲说赢的这个地方 你看都是原来可能是难的 那什么大同中山 就是我们柯文哲 这几年轴线翻转 真的有让西区繁荣 所以这些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些区 都赢的丁守中 意思是说 完全没有气宝效应 完全没有这种选举技术 因为投票关系带来的效果 这样子凹凹的过去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些叫做妹子良心 现在位置拿到 一点都不公正 我认为这下面是有鬼的了 是有问题的 更重要还有另外一个 一边开完这个投票 投完开始开票 另外一边还有一堆人在排 在投 现在也有手机 以前没手机 你可能没办法 手机一边看 这个时候气宝效应会不会出来 原来投姚文哲 一看姚文哲没希望了 甘水 和乖 和柯文哲 他进去市场票 他可能就会改变投票意向 这个就是受的干扰 这个就是选举本身 作业的不公正 你怎么可以同时开票 同时还有边在进行投票 又可以看到投票的结果 这些难道 我是觉得真应该呼吁 昨天有多少人本来投票 而且甚至有些人都到了投票所 看到人多气投的 他们你们本来要投谁 这些应该站出来 那你说绿的也有 出来 说要投柯文哲 出来 大家来比看谁多 第二个 昨天有没有大家一边看电视 然后一边就做了这个气宝效应的 当然这些人比较不敢承认 我认为丁手中应该呼吁这些人出来 大家亮相表态 说是啊 我多少人 而且一看 他果然没投票 那个投票来 那个他没有去领票 他是要去的 所以说啊 这个中选会真是罪莫大言 那你台北市的选委会 你是柯文哲的爪牙吗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干 而且到现在台北 如果中选会辞职 你们台北市的选委会 为什么到现在一点责任都没有 那个副市长为什么不滚蛋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这个地方 是个发生的很大的偏差 重点是中选会 事前人家跟他讲说要演练 要模拟测试 都说不用 那个嚣张样 你看陈寅前那个拽样子 天天脑袋都在想怎么样整乙和阳绿 怎么样整那个 天天在想整人的事情 怎么样操纵选举技术 结果没想到自己本业没搞好 这一下闹了个大乱子 栽了个跟斗 怎么样上任的时候 那个得意样子 容忠要主 走路有风 可以这个同财交集妻妾 你今天灰头土脸 历史流明 这个臭名昭彰 告诫这些贪官 贪名贪利的 贪权的 不要那么样 一死得意 那个嘴脸 真是现在对照起来 怎么样 你走到路上还能够像人吗 连子女都门修 父母都那么见不得人 这种贪官 贪权贪利的 恶心到极点 台湾老百姓要重诚他们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郑春琪 剩最后一段 当然选后太多太多可以谈了 我刚刚提到说 柯文哲这种接近被淘汰 这很重要了 当然还有这么多科粉 我知道台湾 很多家庭里面 父子两代 对于柯文哲的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父亲劝不懂儿子 儿子他们就是认为 柯文哲好 这也真是值得忧虑 不管我怎么样讨厌 但是他这些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群众 该怎么办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就是被寒流打败 要比新鲜 要比可爱 要比另类 韩国瑜远远胜过柯文哲 而且柯文哲老是烧头 作怪 那个作假 这次最后 前功后继 最后那个交集一样 天天想说 就是认真做事就好了 没什么好闲念 你每天都在作秀 那有在做事 全部一路都是在为选举 然后后面都是大数据 这些后面这些幕僚 都是数 完全都是技术 完全就是功利取向 没有一点价值可言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很投年轻人所好 是不是也该值得 我们面对跟忧虑 这些年轻人的价值 是跟柯文哲相呼应的 那这个就是一代人 然后就是今天他们神村处境 让他们对价值都虚无了 你们这些大人讲的 都是个屁话 都是鬼话 都是假话 那我告诉你现实 能赢就是各种手段 没有什么考虑的 柯文哲就代表这样 诈骗抢 而且可以骗得这么高明 那你怎么样 比烂的 他是烂的里面相对比较好的 就是这样的消极心态 变成柯文哲这个人得逞 所以他的现象 他的存在值得理解 那么这次选举 对他的挫败 他到底会怎么看 自己会怎么看 别人怎么看 也值得关注 最后点时间 我还是在谈 我在选前就有讲说 决定台湾是个输赢的 除了暗黑赤地 赌盘各种各样之外 你想想看 多少人 投注都已经下去了 不只是赌盘 工程 政治现金 包括分赃 都弄好了 你看陈菊 多么笃定的离开 觉得都什么 都交办好了 急着打爆回去 是干什么 真的是为高雄打兵吗 还是急着回去善后 发现事情大条 大家掀开来看 原来他这个八年执政 举债了各种 细节都不用讲了 不是像表面那么风光 真相是不堪文问的 那我除了这个力量之外 我说影响台湾 还是美国人的力量 我记得我上次有讲 那美国人到底怎么样 他会愿意让民进党输吗 我认为是不愿意 所以这次很恶心 其实他们这个 AIT的两位前后任官员 都讲话 对高雄选情表示态度 表示意见 好吧 选后 我在以前也讲过 中美这个贸易大战 其实美国现在搞各种各样的 什么关税 各种各样的项目 杀人一千 不要讲自损 自损七百 至少要损个三百 我讲过说最便宜 省钱 好用 不费吹灰之力 就是打台湾牌 中国大陆有些朋友 萧娇然 说要把台湾怎么样 怎么样 就算你武力 统一台湾成功 付出的代价 赢了都输 就是我前面讲 赢了都输 是上策吗 这当然是下下策 你的下下策 就是敌人的上上策 美国人把台北 把台湾往前一推 把台北这些高层收买 让两岸挑起争端 枪不要响 炮不要打 光进入紧张状态 对整个经济的臭败 影响就有多大 美国人就躺在那边纳凉 他就可以遮授愚翁之力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 台湾是有可能的 台湾这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 这一批台独 好啊 你可以看看我刚刚讲到媒体 有没有例外 有这次非常非常绿的民事 开始批判蔡英文 这极毒的就不满这个缓毒了 他们自己本身利益冲突的时候 就开始就不一样了 然后呢 本来这个中 这个亲中系统的中国时报 捧起柯文哲 捧到吗 捧上天 捧到恶心 真的到这个看不下去 等到他忽然间否定两岸 一掐亲的时候 中天啊 中时开始讲说白色力量放弃 他们讲无色觉醒 再也不敢全然 无条件的 过度夸张到恶心的吹捧柯文哲 那个简直是 就开始改变立场 好像在监督 至少 忽然间看到民事 在监督蔡英文 真是太有趣了 所以啊 这个真是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次的这个选举结果 至少暂时 暂时 美国要把台湾往前推的 几率就比较低 台湾老百姓从这次 已经知道说两岸关系 还是要和平 不能硬搞 不愿意被统一是一件事情 你至少不要去挑衅 或者不要过度抗拒 你就顺其自然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极毒的 你看洗了调 为什么急成那样 那么说千载难逢 觉得小英做的还不够激进 可是选举结果 已经把答案出来了 大家不愿意这样子 所以某种情况之下 台湾变成这个 极毒派 结合 美国现在是右翼当道 川普代表这些右翼 历史上很多大战打起来 都跟这个有关 一战二战都是这样 现在全世界又进入一个 其实已经开战了 是经济在打仗 会不会变成军事的 就算没有军事的 经济也是一样 台湾在这个时候 台湾牌 台湾这些极毒 会跟美国的极右派 相结合 而产生不可测的后果 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2018的选举 绿军大败 惨兮兮 完全失去的正当性 我认为至少这个东西 被缓和下来了 那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美国人不是没有干预 可是缓和 对于代表解除吗 我认为是未必 中美这个大战还会持续 两年之后 一两年之后 大陆自己本身专家 学者都说 这不是 本来以为说弄两下就摆平了 发现说不可能解决 那么会打残仗 台湾度过这一关 未来一定要好好看清 美国的这个嘴脸 我一个朋友范仇 今天在联合报写了一篇 激情过后想想宏观 他也在提类似的观点 这几年我也会跟他交换 一直跟他讲说 要看美国 台湾我是最早最早返美的质疑 我们很早二三十年前就返美 台湾这个把美国人的大腿一直抱 然后一直被他出卖 看清楚没有 这个才是影响台湾大局的 未来谁选总统 谁当立委 就撤台湾的未来 不能抛开 经济上这种全球化 政治上这个全球格局 美国独霸这个东西 到底该怎么看都是影响台湾 不能只盯两岸 根本只看内部 我认为这样的格局 这次选后会浮上来吗 还是有点弱 我听说罗志强要选 宣布要选总统了 也不知道该哭还笑 他天天觉得马英九 是他最完美的人 光这一点 我就是非常瞧不起 真的是这样吗 把真相说出来难堪的很 下礼拜再见 谢谢 Micha ha 扶他 光 观看 vi 本需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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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